新闻汉语 Episode 4 我们先来听第一段新闻 来关注阿富汗东部发生的6.2级地震 据阿富汗媒体今天报道 该国东部地区今天凌晨发生的地震 已经造成超过900人死亡 600多人受伤 来关注阿富汗东部发生的6.2级 地震 来关注阿富汗东部发生的6.2级地震 来关注阿富汗东部发生的6.2级地震 关注 关注 关注就是关心注意的意思 给大家一个例句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堕胎的议题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堕胎的议题 来关注阿富汗东部发生的6.2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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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阿富汗媒体今天报道 据阿富汗媒体今天报道 该国东部发生的8.1级地震 该国东部地区今天凌晨发生的地震 该国东部地区今天凌晨发生的地震 该国 该是指上句提过的国家 这里是指阿富汗 发生 通常是不好的事情 产生或进行 给各位同学一个例句 车祸在下午四点发生 车祸在下午四点发生 该国东部地区今天凌晨发生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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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来看第一段新闻 已经造成超过900人死亡 600多人受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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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听一次第一段新闻 来关注阿富汗东部发生的6.25地震 据阿富汗媒体今天报道 该国东部地区今天凌晨发生的地震 已经造成超过900人死亡 600多人受伤 我们来听第二段新闻 地震发生在深夜 很多人在熟睡中死亡 当地官员称 他们正在努力从倒塌房屋中寻找幸存者 并挖掘死难者遗体 地震发生后 阿富汗临时政府已派遣军用飞机 前往灾区救援 地震发生在深夜 很多人在熟睡中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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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睡中 熟睡中 睡得香甜 生沉 中 这里中是正当的意思 熟睡中 正当睡得香甜的时候 地震发生在深夜 很多人在熟睡中死亡 地震发生在深夜 很多人在熟睡中死亡 地震发生在深夜 很多人在熟睡中死亡 当地官员称 他们正在努力从倒塌房屋中 寻找幸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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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 称的意思是表示 或者表达你的意见 或者表达你的意见或想法 幸存者 在灾难或事故中 存活下来的人 给各位同学一个例句 克里斯 克里斯是这场空难 克里斯是这场空难 唯一的幸存者 克里斯是这场空难 唯一的幸存者 当地官员称 他们正在努力从倒塌房屋中 寻找幸存者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新闻 并挖掘死难者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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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掘 挖掘 从废墟或土堆中挖出 并挖掘死难者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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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发生后 阿富汗临时政府 已派遣军用飞机 前往灾区救援 地震发生后 阿富汗临时政府 已派遣军用飞机 前往灾区救援 派遣 派遣 政府或组织派出军队 或救援队 给各位同学一个例句 政府派遣军队攻击民房 政府派遣军队攻击民房 地震发生后 阿富汗临时政府 已派遣军用飞机 前往灾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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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听一次 第二段新闻 地震发生在深夜 很多人在熟睡中死亡 当地官员称 他们正在努力 从倒塌房屋中 寻找幸存者 并挖掘死难者遗体 地震发生后 阿富汗临时政府 已派遣军用飞机 前往灾区救援 我们再来听一次 今天的新闻 来关注阿富汗东部 发生的6.2级地震 据阿富汗媒体 今天报道 该国东部地区 今天凌晨发生的地震 已经造成超过 900人死亡 600多人受伤 地震发生在深夜 很多人在熟睡中死亡 当地官员称 他们正在努力 从倒塌房屋中 寻找幸存者 并挖掘死难者遗体 地震发生后 阿富汗临时政府 已派遣军用飞机 前往灾区救援 遣军用飞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